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中国的陈耀业九段和日本的枝野虎丸九段 这个出现了一个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的名字 枝野虎丸 日本外援 确实在咱们全国威胁甲级联赛的历史上 总总共共好像也没有出现过几次日本外援 我记得好像当年羽根植树来过 然后锦山玉泰是不是加盟过 我都没有印象了 枝野虎丸可能不是第二位 就是第三位 参加咱们中国威胁甲级联赛的日本外援 这一方面也说明了 在当今的日本七探 除了锦山玉泰之外 枝野虎丸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所以咱们这个山东队今年才会想到把他请来当这个外援 那么陈耀业九段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 三次世界冠军得主 也是咱们这个80后里头目前状态保持的最好的一位 此番算是老将的陈耀业 遇上了日本年轻的顶尖人物 直约虎丸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番棋的实战 这个棋是由陈耀业九段之黑 然后是点33 直约虎丸的棋风还是比较偏立战的 跟锦山玉泰有相似之处 所以现在看能在日本称霸的棋手 必须是力量型的 功夫型棋手 现在在日本已经是很难脱颖而出了 包括前段时间打入这个 在硬石碑中有出色发挥的这个异力疗 也是这个力量型棋手 看看今天这个小强陈耀业 面对直约虎丸 这个后背的一个冲击 能不能顶得住 这个小强同学这个上来就很 就要求定型了 一般现在点133我们脱线的更多一些 这个小强同学直接就要求 简明定型 这个也是点33之后最常见的一个套路 打吃 飞 下到这里 这个都是没有太多的变化 接下来一步棋 就白棋的选择其实就很多了 这个第一是在这里跟着硬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第二就是脱线 那么脱线其实可选的点也非常多 小飞这个 这个手这个小木 另外就是 面对这个单关跳 目前这个AI最推荐的一手 碰直接碰上来 当然也可以从这边碰进来 这个直接这个破坏黑棋的这个证实啊 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这部棋选择比较多 这样的棋就是你选哪个都跟自己的风格有关系啊 不会不会插到哪里去 实战他还是选择了这个最常见最常见的啊 飞一个 然后把一些小飞挂 接下来这个 一烟低压哟 又是很少见的啊 这个之夜虎案 日本棋手这个 可能他们自称一派 我觉得是 他们不知道是 平时训练用的是哪一款AI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棋手一般用绝翼或者利拉 然后韩国棋手一般是用那个什么ELF啊 不知道日本棋手 他们这个平时训练比较着重的是哪一个AI啊 这个一间机家反正不是很多件啊 一般我们现在 肩或者小飞比较多 然后飞 这个白棋一定是冲断啊 大家注意了 既然一间机家 这个绝对不要去爬了跳了啊 那如果爬了跳 我们看这个子现在 你肯定是希望放得越远也好 而不是说是离黑棋这三个子这么近啊 所以既然一间机家了一定是冲断的 那这个冲断其实黑的也没有办法 只能打着虎 因为这个子实在是离得太近了 小剑 其实这个 这个定式 以前都是被我们所淘汰的啊 以前觉得 当然以前我们都不会小剑 我们都是飞的 那觉得这个棋 或者是拐吃了 觉得这个子被扣死 认为这个白棋 无论如何都是亏了啊 因为我们经常下了一个 二键高架的一个变化啊 觉得这个 这个图 这样 二键高架是这样 这样我们觉得是差不多 但实际 后面用了AIF 一看啊 这个图 这个变化 白棋便宜不少啊 那么也就是证明 以前我们的判断有点问题啊 以前觉得那个图差不多 这个图肯定黑即好 那现在其实 用AI一分析发现 那个图是白棋便宜了 那这个图 才是双方可以接受的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定式 好 但只不过 AI稍微给我们大家这个 这个跟进了一下啊 这个 这个其实肩在这里好 那么黑的也不是扳的啊 黑的是跳的 这个 对细节做了一点跟进啊 当然你扳这个问题也不是太大 只不过跳一个 可能更好一些 马上就点 扳 拐 小肺 这个职业虎弯下棋 还是挺追求这种 速度啊 快速的 挺追求这种速度 点完走之后一小肺啊 这两下 先手得力啊 以后 脚上好像还可以再跳一下啊 那黑的拆边 那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应该就是在 白棋如何去这个限制黑棋的发展啊 果然 还是这一招碰 万边不离其中啊 因为现在还这边有紫了 好像从这里碰感觉有点 有点奇怪了啊 而且针子也不利 所以就只剩下这一碰 哇 但接下来这步棋 我就不是太理解了 这个是什么思路啊 这里碰两下之后 突然又跑到那里去顶一个 这个确实是太跳跃了 虎丸也是一个很年轻的棋手 虽然现在在日本也是好几贯在窝啊 但其实年纪是很轻的 这个棋 我们正常走完还是还是要拐的吧 这个还是要拐的 拐其实现在这个黑的还选择 还有点为难啊 正常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 那黑的一定是从这边夹击了 大家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以前我们这么下的话 都是虎丸长的啊 现在发现虎丸长不对 就下面以后点了一耙 没有木啊 白棋或者就算逼住 这个虎丸那个长之后 白棋现在在这边很容易就做活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 我们一定是从这里夹过来 逼着白棋跳出来 然后我们是在顺势把这个围上啊 这样的话 这个拆你拆这个也好 顺势就把这个点给防住了 但是现在黑在这里有个子 就有一点为难了 现在我也可以考虎丸长啊 虎丸长因为你这里现在 我有了这个子之后 你也不是太好进来啊 当然另外一方面 你要加鸡还是可以加啊 但是加的话 现在白的可能会飞 我们看看针子怎么样 针掉了啊 那白棋可以飞 那这样如果被白的飞一把的话 这个拆二啊 这个拆的这个子 效率就稍微差一点了啊 这样的话白棋 从下面拖断或者从上头靠啊 但是现在 虎丸同学是 弄到了这里啊 要求说是 先把三个子吃掉啊 再来这边之骨 这感觉这下法有点矛盾啊 这个实在是 太不给黑棋面子了啊 这边我要破你的空 那边我还破空前 先把这个便宜先占了啊 占够 这个有点不给小强同学面子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 行棋的角度来说 这个下法本身也 也稍微有一点矛盾啊 这个没有道理啊 因为你现在把黑棋 这状态太厚了啊 本来这个地方 将来有各种各样的借用的啊 不知道这个地方 虎丸同学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啊 我们来看看 哇 然后 很灵活啊 这个他就不走这些了 他就不走这些了 他觉得那边我已经占到便宜了 这边我就 随便了啊 毛毛雨了 这个空给你一点 这个很大棋啊 棋下的 但是好不好 我还 这个我真是 不敢 不敢妄下定论啊 反正我 我只能说 如果我是白棋 我却不会这么下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前后 这两个下巴肯定是矛盾的 然后靠 这支支部棋的形状好像 他虽然是想很灵活 但是问题走了两步之后 他又撞到这个黑棋这个墙壁上了 我们现在看他这两招交换 无论如何都不会便宜啊 因为这个棋吃这六 吃这三棵子六七木棋 跟死活说实话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上头 本来就 白棋本来就已经挺厚了 在吃三棵子后上加厚也没有太多意义 而且这个三棵子吃完将来 这个味道还不是太好啊 这个碰了一般 不得啊 绝对是不得的 这个黑的好像挺舒服的 我觉得 顺势把这两棵子拿下 最关键的就是 把这个白棋啊 赶到了黑的最厚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五路高墙竖着啊 厚如铁 最终这个白棋还是单关跑出了啊 说实话 这一串这个白棋这个下法 不敢苟通啊 不敢苟通 我觉得他还是 还不如就还是拐啊 还是拐 这时候黑的一定会虎了长了啊 虎了长 那他就算小飞一个或者跳一个 就就地做活吧 还是 还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还是做活虽然那边厚了 但是我觉得做活问题还是不大 还是老老实实活了吧 这个 太虚了啊 走半天 木也 不太对啊 这两棵子被黑的拿下之后 黑的木也是收获很大的 最关键你这个飘在天上 这个 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头啊 不喜欢这个下法白棋的 这个虎弯这个刀真的很怪啊 我只能说为 甚至为怪刀 这盘棋好像也是 它在这个 维甲联赛第一阶段 唯一的一场上场啊 怪刀 靠上来 这个地方白棋这么宽啊 一般 我们这种靠的话 一般是这还有个子啊 这样的形状我们 要求就是 占一点小便宜 现在靠会不会太早了啊 这个黑的这边这么宽 嗯 我们看这个 小强同学真的是 功力派的棋手啊 这个棋其实如果换个 力量大一点的 有可能是要反击的啊 完全有可能反击 因为 白的这个 两块不活 对不对啊 我们完全有理由反击 小强同学稳住 可能我觉得 这个小强同学 当时下巴这里 他肯定 很孤啊 内心觉得 这白的在干什么呢 全是空啊 好 抢这个跳 这个是很大的一步棋 然后黑的开始要进攻了啊 点 然后挡上 然后长 这两下走完之后 接下来这个悬点 我们看看在哪里啊 哇 真稳 这个 耀曳小强同学 这个棋 其实 其实真稳啊 稳如泰山 可以说是 走在这里 那我感觉 我的感觉应该是 步子卖的很大才对啊 这个棋 它是先 这个空先确保了啊 然后 看看对这两个子 和这块棋 能不能有什么作为 先把空确保 嗯 这个 这个棋 白的也是不舒服啊 没有眼 现在黑的就是 这样跟你分段 先把这两个子 先搁进来啊 但是白棋 也没有办法 我们看 走到这里 你要是这种 黑的肯定给你冲断了啊 这也过不来 你最多能过到这儿啊 过到这儿 黑的还是一飞 意思也差不多 啊 所以当初 它这个跳这步棋 会不会有 就是脱离主战场的嫌疑啊 当时这个飞其实蛮大 当然那个跳也 的确目数来说 也很诱人啊 这走完之后 下一步这个 再一爬 本身下步爬都很巨大 好 这个黑的是 小翔同学 一步一个脚印啊 默默地跟匀 默默地跟匀 我们看这块黑控 已经是 越来越庞大了啊 这个越来越庞大 然后把其沾上 那白鲜这个沾 会比那个挡大是吧 哇 沾的时候 黑的没走 黑的又夹了一刀啊 哇 这个判断就 就独特了 感觉肯定是应该这个打 这个 这个目数 反正是不小 可能 可能 这个黑旗觉得 这个吃住实在太爽了 这个形状 但其实效率来说 也没有特别的高 你整理是这样 没有说特别的高 只不过这一下有点损 本来这个斑毡还能夹进来 这一下 但是看块的话 确实是很舒服 这个形状方形 这个空围成方形 还是心情还是挺愉快 然后一爬 然后跳 这是准备跳了扳柱 这个很犀利的找法 先 这个这两步走完之后 再一掉 哇 这个 小强这几招套招 也是看得我 看得我有点呆啊 这两下 我以为走完 它是顺势一踮脚 结果走完是顺势一拖先 这个没想到 这踮脚 其实摆的也挺难受的 白的如果 还是只能靠这招防守的话 那这个 黑的这个很爽啊 半战 哇 一挡 哇 这个空真的是 很大 这个局部来说呢 这部棋本身也 也是有相当的价值的啊 这个如果不走 被白的一顶 就 黑的还得连一个 哇 大棋太多了 现在啊 当然这个地方掉一个也确实很大 不走 白的又 一飞全尾上 哇 这大棋 大棋有点多 那这个时候就只能考验这个 自己对这个 起这个整盘棋的这个理解和判断 而且是你到底动手动在哪里 是深入呢 嗯 还是这个骚扰 骚扰为主啊 那你难受 嗯 然后白棋是果断的跳出啊 那黑棋自然也是要下去了啊 这个白棋 他觉得这个不舒服啊 这个黑的可能就 靠过来 其实黑的这部棋 就 其实是希望你唯控的啊 我觉得 我觉得 以我对小强的这个了解 他肯定是希望你去唯控 他靠过来之后 顺势这个 威胁这个中央这个白棋啊 这个白棋虽然很长 棍子很长 但是确实是没眼 嗯 这个靠过来 本身的形状 白了也了 动不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个软头 我们刚才说了 所以就是 白棋当初这个吃三子啊 吃三子 吃三子这个下发 我其实 是相当的不支持啊 这被掉一个 很不舒服啊 他实际上这个跳也不太对啊 这地方欠一尖刺啊 等于三子黑的 随时又可以吃回来 你说当初这个三 他何必去吃呢 对不对 现在吃完之后又 又又又 又随时要给别人送回去的状态 啊 这个黑棋尖一下 确保啊 确保这个尖刺一会儿 啊 现在先飞一个 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失控啊 这个控 到底白棋现在需要怎么样 才能维持局面的平衡 这个地方 10 14 22 25 35 36 46 47 这57 这块怎么这么大 我简直怀佑数错了啊 怎么有67 8目了这块 对不对 数了一下 数出 嗯 我算白棋沾的 黑的 黑的也沾 这个飞一下啊 14 18 24 25 35 33 8 34 4 4 7 8 5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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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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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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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现在 反正这里现在 分段黑棋是必须的,是必须的 如果你再走别的 我相信黑的马上下一步就连上啦 再去想这个关子西跋小强 那同学可能是不太容易 很有非常的难度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先分断了再说 这个黑的先冲一下 哇小强这个 气下的有点好啊感觉 直接拐在这里 就是说他现在 不是太怕这两颗子死啊 他觉得如果你要吃我把这个分断了 你这块气肯定是要交代的啊 现在而且现在本身 白气要想吃这两颗黑子 也是有难度的 因为这个挤是先手 你比如像这种啊 黑的这一挤 那吃的也不舒服 而且还不一定吃得着啊 站上来这一靠 他首先第一个 你不好吃 第二个即使吃了 我给你分断了 这个冲楼拐一个好旗啊 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旗还得往外逃什么的啊 这样的话 白了搞一个这个缠绕攻击啊 直接拐到这儿 那这个相当的不好办了 实际上是弯一个 无奈 那这黑的顺势在飞出 应该是 不飞 直接小尖 直接小尖 其实飞好像问题也不大 他觉得飞不一定便宜啊 被拐到这里 他希望是既然你拐 我直接搬过来了 这只是更加的残暴 果然这个还是拐啊 因为现在不能长 长的话 他又一压 他又一压 就基本上就联络了啊 这个旗 所以只能管 扳 哎呀 这个旗 有点不好弄了啊 这个黑的是 借力打力啊 并没有说是很单纯 一味的这个逃跑 因为黑的还威胁着 白的这根棍子啊 这根棍子确实是 没有眼也是非常危险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接下来黑的白棋怎么办 这个棋确实是 有一点点的小问题啊 那 然后跟着搬 嗯 可以的挖 这个 这个挖一个 是想干什么呢 莫非要干结 干结应该不是这个 明智之举 应该是挖完打上头啊 黑的白棋 如果现在走这个的话 黑棋是 这样黑的是要干结 是吧 这样黑的如果干结的话 也不见得有结材啊 那这个棋掰的斑 没太看懂啊 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要断 啊 应该是 杀 嗯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反正我这么粗粗一看是 看 嗯 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活路啊 这个 这个白棋 因为这个棋现在黑的 其实并不太适合打结啊 因为没有合适的结材 我们看 这个显然都不是结啊 你全盘可能唯一是结的 这个 但这个又太损 这个是不是结都都不好说 可能都不一定是 嗯 所以这个地方 哎 小强同学还真是挺强硬的啊 就是要威胁这大块 你要是敢 造刺 我就杀 最后是把虎丸给吓住了啊 没敢搬那个 哇 然后 把他点 断 没想到是点了一个后手 这个应该是比较出乎黑棋意料之外的一个事情 搞了一个后手 他如果现在打的话 黑的打这个 黑的打完好像 可能也是要断吧 看这个意思 嗯 还是说打完是盖住啊 但这样 还是这个问题 打结不一定有结材 还是说这个 这个地方下的比较怪啊 他俩这个招法 这样黑的应该不满意啊 就吃那三个字 打住也不知道担心什么 反正这个虎丸跑到这边来了 先黑的一段 那这个地方黑的就已经彻底联络了 现在就是看 这边 黑棋这个有点烂的这个棋怎么处理啊 但是白棋中间不糊 大了一场 黑的一击 哇 这个段实在是太大了啊 这这个段太大了 这几只两子要不了了 啊 我没有看错吗 难道 这四个字给断死了 这个 这个我虎丸同学有点搞笑了吧 这四个字断死 那这这盘棋还 还能有揪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白的应该是 是出现重大的误算了啊 这个 那这这四个字无论如何不能被断死啊 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地方 啊 这这四个字被断死 是纯属搞笑啊 那就是说他现在如果打这个的话 可能会遭遇到黑棋的一击啊 我们看 击完一打吃 然后一断 先手断 那然后这个黑的就不会了 这个先手断 这个再压过来 这白的肯定不对 啊 这个这个棋呢 白棋这一斑就把自己已经 搬到了绝路上啊 这个我没有想到 他只有搬这个 这个时候白棋是只能 搬这个了啊 搬这个还其实还有点乱的 这个棋我觉得 说实话 如果小强真是敢这么杀棋的话 那也不太像他啊 我觉得 这个时候可以先挤一下 大概 之后他可能会粘上啊 可能是这样一个思路 可能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这样的话 白棋可能也是 要吃就吃得大 啊 这样 要一决生死 这块棋 这可能不太行 那这个把这一打扒 好像 死得有点干净啊 这个不行 就这个挤 不能给挤到 挤的时候 白棋算了 要不然 打一个 或者直接提了 算了 嗯 那有可能 黑的这样好 黑的先沾一个 我们看 我就 就落一后手啊 就 我还吃了沾住 这块棋说实话 走一手 也不一定活啊 这个地方 我在先手吃 可能是这样设计 那白棋 确实也不 白棋确实也不太好搬 这块大龙 真的走一手 也不敢说能活 实在是太危险 那这个搬 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被黑棋一挖 动不了了 这个局部 黑的下的很好啊 掉完 尖完 飞完 冲完 一拐 这个构思 确实很厉害 实战 这个虎玩 是也得乱来了 乱来了 这四个 骑金被吃了 简直也得开玩笑 黑的等晕 这手 骑动 都不用花 省了一手 就把骑金弄死了 那这白棋走到什么了呢 这再一拐 看来这个 虎玩同学 虽然年轻气盛啊 但这个 实力跟这个三冠王 程耀夜 相比还是 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啊 这个棋 走成这样之后 好像已经很难再继续了啊 最后看看他怎么拼命吧 他这时候 说实话实在是找不到地方拼 空是肯定不够 刚刚点过这块已经60 就是这到这顶70 现在80亩了啊 这个白的想点出60亩 感觉都很困难啊 这个20 30 26 27 89 33 35 这块25亩 也就是25亩啊 因为你这三个是吃不掉了 你最多只能吃这个 哎呀 这个60亩都很困难 别人已经80亩 而且关键 最关键的就是白的这块还不活 这个棋实在是死的有点惨 估计这个下到这里 小强内心里应该还是很得意的啊 这个后身载 始终都是后身载 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好 铁回 当然我相信 年轻棋手在顽强这方面 拼搏精神肯定是有的 但这个棋 实在是 唯一的遗憾 就是好像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拼 打吃 好 可以把这挑回来 这个像耀爷爷的小强的棋风啊 这个不要再去 穷扣莫追 你走这个 别人给你一跳啊 这个看不清了就 一旦如果白的把这个都吃进来 这白的木一下 追上来了 追上来了 那你要真的要去吃这块棋的时候 这个地方他一虎这个混个打结 还是有可能的 啊 这边不要了啊 不要再威胁这块棋了 空影多了 现在黑的只要保证这个联络就好 白的赶紧把这个提了 佩迪丽 那然后这个 虎安同学现在是 怎么弄呢 我们看看 好像看到了一招 薄命的棋啊 此时啊 走到这儿了 看到了一招 薄命的棋 这个 这个也还好啊 也还好 是在 安全 范围之内的啊 这招棋 因为这里挖车 沾是现什么 黑的建筑 这个地方是 黑的是不准备让步的啊 我这太厚了 这个空 就是最大线都围住 看你这个虎安有什么办法 冲 这个形状 没有用啊 断了一边 断不开第二边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比较遗憾 这个挖驰成立不了 如果这个挖驰能成立的话 这个 还还有的 占啊 这挖驰正好被人提了 这没有一个 接不归啊 只能粘上 那这个 就有点 没意义啊 铁后来 这个是他的权利 嗯 第一个 第一 啊 这个时候 糊完是拼搏一下了 这个不能再老老实实地往回锁了 这个空已经 已经不太足了 拼搏 看你敢不敢 进来 哇 没想到 黑的是 丝毫不拒啊 这个 小强同学啊 我又无解了 我以为这个 小强同学是不给面子啊 来一个这种 长驱直入 啊 其实真来这个 我觉得白的也 也没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脾气啊 贴进来 啊 还是 还是有点味道不好啊 只能扳 其实也没什么 就粘上啊 只不过这个转换 看着有点晕 啊 这个看着有点晕 这个一会儿 这还有几啊 这个确实不是简明之道 啊 这 不是小强说稳健 这换谁可能都得打 这 这么好的形式 被白锡贴进来之后 啊 乱得厉害啊 啊 哇 这个时候 弧弯是 彻底搏命了啊 这个是把黑的逼的 黑的现在也无法后退了 你这个走这个的话 它一打 我们看 然后一拐啊 这个要出问题啊 这个地方让不了了 越让越出事 这才一挖沾 这一长那边全死进去了啊 又形成一个转换了啊 这个转换就就搞不清了 所以这个时候黑的肯定是要反击的啊 这个哇 应该可以挡在这里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不敢挡这个挡外头应该 啊 果然 像这两个字 局部来说这两个字已经 已经跑不掉了啊 这个要求先拐吃回来啊 这地方挖沾先手 这个小强同学是稳健的不得了啊 连打都不打了 打免得你这个什么 还点我 这也沾上 这里现在将来还有一吃啊 那白的现在肯定也没时间补了啊 这个地方都损进来了 肯定这边接着搞事情 果然 哇 这个棋 这个还是体现出了这种 世界冠军强大的自信啊 不是没有说是 迎期不闹事啊 有的棋手可能会觉得 这个算了算了 这个确实你走这个的话 也没毛病 对手可能直接就认输了啊 你走这个的话 白的等于这个 是白送啊 从这个冲吃开始 走到这还欠一个这个啊 但是 咱们是职业顶尖起手 这种计算能控制住的地方 绝对不手软啊 那 换完最后的拼搏 这只实在是不给机会啊 不给机会 顶住这里头什么事都没有 这如果不能顶的话 可能还有点希望啊 如果你只能走到这种 可能还有点念想啊 这个 有个贴段过来 然后里头先飞一下烟烟气 直接顶在这里 不给念想 飞 这确实很简明啊 这起 连虎这个都不虎啊 直接粘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局部 这个局部粘上啊 我一开始 我以我的感觉 是这么吃的啊 但这么吃 好像有点问题啊 这机器 如果这么吃的话 那问题 问题应该也大啊 点在这里 就是唯一要注意的是 白旗这个历史鲜色啊 大家要注意这个形状 其实也没用啊 本来想看打吃了一尖呢 结果发现 打吃的时候 黑得又有妙手啊 一路粒 这个形状 打吃可以粒一个 没有任何意义啊 这个提的话 就被一尖就出事情了 一粒就全仿住了啊 这个打吃的话就倒铺 尖的话直接吃鸡不归 那怎么都没用 我这个唬一下也可以啊 当然我们看一下 这个黑气实战 这个斑毡 也是很简明的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你现在退这个的话 我靠 不用靠 直接吼一个就行了啊 如果尖的话 我还是这个 唬完一打吃 然后其实点这个最干净啊 这个力都后手啊 盘脚去四 没有意义 那这个棋实在是四 有点干净啊 看一下 那实战 这部棋也是 好像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啊 也是本局的最后一手 那这个棋 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悬念啊 这个地方 虽然是很尽力了啊 最后拼搏进来了 但是确实是没什么机会 黑的团到这里的时候 嗯 没有给白棋任何机会啊 可能拐一个可能会好一点 我觉得 啊 但其实黑的上头 这个地方 还可以让你钻一点啊 它就糊住 这无所谓 实在是没有棋啊 实在是没有棋 那这盘棋 我们看到了 这个 可能大家下 在这个棋之前 可能对 这个日本棋手 除了近上以太 以外的棋手啊 不是太了解 那今天这个我们了解到了这个 除景山之外 日本现在第二人啊 基本上是 虎湾是第二人 嗯 甚至这个头衔数量 好像都不比景山少了啊 但是从今天这盘棋来看 它跟 陈阳叶九段 这个实力上 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啊 这盘棋 而且它的这个 整个这个思路很怪啊 从这个一上来 从一上来 这个碰两下之后 吃这三个子 嗯 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头 啊 果然 走完之后 这个相簿啊 然后这一串 走完之后 全是单关啊 这半棋单关 下来有点太多了 然后这两步 靠两下呢 说实话也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实战看又亏了 啊 还不如直接挑这个 然后当黑棋走到这个的时候啊 把这块空围上的时候 实际这个 这盘棋的实地啊 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问题 啊 实控上已经是不太足了 啊 当然最后 之所以这个 黑棋能够轻松取胜啊 哎 我觉得跟 这边这一串 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处理有关系啊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一串确实是下得很精彩 看似轻描淡写 然后就 就把这个棋 就直接就拿下了啊 这个棋确实是 这个一个局部就 让这个白棋就是溃不成军了就 啊 这一冲一拐 确实是很有味道 这里不仅我没想到啊 这个虎丸肯定也没想到 他自己肯定没想到 这被冲了一拐 这般棋就已经 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早知道他这棋还不如第一天就搬起来呢 反正那两颗子 照着架势也是不能要的状态了啊 但如果直接搬可能还会好一点 直接搬 因为这个挤就永远都不要让黑棋挤到了 其实他当时应该有这个心态 这样的话 最起码他不会崩盘嘛 他虽然肯定是不太满意的啊 因为他这跳了爬之后 这俩被吃了 这还有一尖 这个还是死的啊 把这靠过一下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棋他应该还能下吧 这66 70 76 80 黑棋85 白棋 12 10 11 21 23 33 45 15 15 2 62 77 73 74 稍差一点啊 差肯定是差 盘面 石木轮 白棋下 但主要黑的太厚了啊 差还是差 但是 差距还是比较细微的啊 他如果搬这个可能会好一点 搬这个 因为搬这个黑的如果不挤的话 因为我相信 如果 黑的让黑的这么来 我觉得肯定是不敢的啊 这个也绝对不是小强的风格啊 这这样一路过来就直接吃 这肯定不现实 那黑的如果这个不挤的话 其实现在这边没有太好的招 你现在肩这个的话 白棋长一个都可以啊 你始终是要用到这一挤 这边才能有 这个 像配套的手段啊 所以基本上只能挤这个 白了虎一个算 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 后面一猴被一尖的时候 最后的 我觉得他最后的问题 就是这一招棋 他如果搬这个 或许还能下啊 但其实可能也 也有点费劲啊 这端 就这个刚才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肯定不如刚才那样起两个啊 因为我们看 这样走完之后 等于这两个子 随时还是黑的先手 持着权利啊 但是现在你看这块棋 你要想去做活 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说实话 也看不出活路在哪里啊 可能搞不好 已经死了都说不定 嗯 但这样的话 反正 我觉得希望肯定比他实战大 实战是 这四个旗径 死了之后 是属于一个安乐的状态啊 没有任何的挣扎 嗯 死得很平静 这个地方 黑的这一串 确实是 确实是下得很精彩啊 我这看了 我确实我 我下 刚才看到这的时候 没有这个感觉啊 以为是要怎么出来啊 其实因为这个时候觉得黑的棋 木树多了嘛 肯定首先想的就是这个 怎么样把那两个都处理好啊 没有注意说是 利用这个白棋弃井啊 然后利用黑白棋这块不活 来处理啊 这样确实更简明 因为当时黑棋 这一块其实还没活进啊 这个地方白棋有一点 所以这一招棋真的是 拐弯一尖 然后 拐了一扳 我们再回味一下这一船啊 这一扳 这一挖 挖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 这个白棋好像已经 已经不太对劲了 因为这里已经不敢打了 但是你这不打 这退回来又太大了啊 已经不太敢打了 你打的是 打的话黑的 现在挤这个你非常难受啊 你现在不能给两子啊 给两子的话 这边还有个打结 你给不了 你不可能 你补这个的话 它吃完之后 两子好像还能冻出 所以这时候一挤 已经要完了啊 这一打吃 然后一断 那黑的再把这个盖住啊 或者打了贴 这个都可以啊 贴那个 好像都行 那 甚至现在黑的 再这么打过来 我觉得白棋也都不行啊 这个贴过来还先手啊 这白了看着也不行 这个下法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挖到这儿的时候 实际上比赛已经结束了 等于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 挖到这儿的时候 其实已经结束 然后 虎完后面 这个拼得很厉害啊 但是被白棋一断 黑棋一断 那从后面实战的结果来看 它现在 这个地方都不能动啊 它只能 先冲这个现在 嗯 或许还有一线升级啊 它先冲着 黑的 比如说虎一个 它再长着 嗯 这样它或许还有一线升级 黑棋如果打这个的话 它 它不管了 先把这边吃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最后搏一下 嗯 当然肯定是危险 肯定是危险了 黑带就算把这个提掉 等于现在黑的任务很简单 要么把你这个吃住 要么把这个救回来啊 只要两个任务完成一个就行了 看着也不太 白棋也不太行啊 这太厚了 这个地方 嗯 但我觉得它如果这么下的话 反正 可能还会有点机会 它实战这个真的是安乐死啊 今天这番棋 虎丸是不是有点紧张 我觉得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第一次在 这个围甲中亮相啊 有点紧张 因为前些年虎丸其实都是代表 日本队参加这个唯一联赛 去年其实我也 在唯一联赛中也碰到了虎丸啊 经过一番激战 我是最终吸败 还是感受到了他这种强大的战斗力的啊 但今天没想到在这个小强面前 简直是不堪一击啊 可能是这个可能有点关系 跟心里的这个状态有点关系啊 因为他第一次亮相这个围甲联赛啊 相信这个下场出场几次之后呢 如果山东队后面还还继续 愿意给他机会的话 他再下场几次 其实就 就熟悉了之后就好了啊 因为其实他在山东队当这个外援 他压力也不大 我们都知道山东队有三个世界冠军嘛 都非常强 姜维杰 范婷与周瑞扬 所以说他们队也 不是指望着这个虎丸来拿分的啊 其实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这种锻炼的这种机会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祝贺这个陈耀业九段顺利获胜啊 那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